那你怎麼看羅志強他就說 他那個秋季他要選的是大溪那一區 但是他當初簽的戶籍是在龜山 好像有一點無奈的感覺 我要講還原原因 因為智長松這個我們跟他討論都要時事求是嘛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新聞影片 就是智長松当時親口獎 桃園八德是他曾經評估要參選的選區 但是因為邱議長的職兒要參選 這是他當時覺得為難的原因 所以我在這裡只是呼籲智長松 對於他曾經表態考慮納入考慮評估要參選的選區 如今可能出現這種又是酒駕又是抄襲的人選 我們是不是應該站在同一陣線出來反對到底 但是很遺憾的是今天一整天下來 我還沒有聽到智長松對邱季泰這個人選的不合格 不適任表達看法 反對酒駕反對抄襲都是針對事情 那同時如果已經黨內出現一個又是酒駕又是抄襲的人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直接指明告信 公開就講這樣的人不適合代表國民黨參選呢 不要忘了民進黨去年力挺蝦挺林志堅的下場是怎麼樣 簡直把全民當傻瓜 當時大家都當成笑話一場 難道國民黨也要佈上去年民進黨全黨挺林志堅的這種笑柄嗎 那我想只有一起站出來表達我們反對酒駕反對這個論文抄襲仔才能表達我們跟民進黨跟塔律班的不同 那羅志堂說他其實也覺得蠻無奈的 因為他覺得你好像我們是第一次誤會他 他覺得你這次提這件事情好像有點把巴德啊 巴德啊大安啊什麼全部都混在一起 事實不是很清楚了嗎 影片就在那裡啊 因為巴德是他自己開口講過他曾經評估考慮要參選的選擇啊 怎麼會覺得這時候 與其覺得無奈其實我覺得志堂兄可以把事情還原清楚不就好了嗎 今天我的這個呼籲也很簡單 我希望對得起我們的選民 我跟志堂兄目前的選民大安區的選民 我希望我們都對得起他們 可以抬頭挺胸的告訴他們我們跟民進黨的不同 今天我呼籲志堂兄希望他可以跟我一起響應反對秋季泰的原因是 唯有如此在未來 不管是志堂兄會被提名或者楊老師被提名或者我被提名 我們才能抬頭挺胸的講 國民黨是反對走炸反對敲襲仔去參選 我們跟民進黨不同我們跟塔律班不同 羅志強他其實也說他早在2月22號 其實就已經算是國民黨第一個跳出來說 反對酒駕反對超市論文 國民黨當然反對酒駕 國民黨當然反對論文 但是他有沒有反對過秋季泰呢 秋季泰就是做了這兩件事情的人 他有沒有講過秋季泰不適合參選呢 我想這才是問題的核心吧 但是我不會覺得這個志堂兄不開口指名道姓 我也可以體會也許他有他的為難 只是我認為如果我們今天要站在這個2024代表國民黨參選的話 我們必須要做出跟過去破悉你的相緣不同的做法 我當然知道這樣說會得罪很多人 我也不是這輩子都不會靠近桃園 我一定也會跟桃園有所淵源有所來往 我難道不害怕得罪人嗎 我當然害怕啊 可是我覺得要捍衛的價值更重要吧 難道我們要看到一個 又是酒駕又是被撤銷論文的人被提名之後 到時候我們再來全黨上上下下想盡方法 確定他擦脂抹粉然後解釋他 其實那個是可以被原諒的只要補證資料就好了 現在沒有再犯就好 難道是這樣的嗎 那如果是這樣 我們跟去年的林晉賢 跟去年的民進黨又有什麼不同呢 跟他講一下關於這個中佩君 你也就是說 對 秋季態度的部分好像有一點冤枉 我想這個有些誤會啦 那既然佩君有一些疑問的話 我昨天在臉書也回應他了 那其實事實很簡單 我是大安文山的台北市議員 那我在這邊住了20多年 那他是我民意的出發地 那回到大安服務 這本來就是我的當然的選擇 那至於其他地方的選舉 也謝謝台局我啦 我哪有什麼能力去禮讓別人優秀的這麼多 那至於他關心的酒駕跟論文抄襲的問題 坦白講這不是我們講基本的常識嗎 我也反對酒駕啊 我沒有酒駕過啊 我也反對論文抄襲啊 我也沒有論文抄襲啊 那我很早就是這個立場沒有改變過 所以但是如果佩君對這個有疑問的話 那也沒關係 那我就再次說明我反對論文抄襲 我也反對酒駕 那現在拚的是大安區立法委員 一起正能量拚大安區的建設 拚大安區的服務 拚大安區的證件 那時候有提到說 其實不是選的不是這個巴德大興 大興復興 而是鬼山 然後還是為了這個牛許廷 就不送給什麼 事實上 我本來在桃園簽的時候 簽的是龜山嘛 那我想這個牛許廷也很清楚 當時我們的互動很緊密 我也很鼓勵他 如果連任議員以後 可以來繳足這個立法委員 所以事情其實就這麼單純 換言之 對我來說 大安區就是我的一個 我覺得理所當然的選擇 那到大安區服務 這是我民意的出發地 那繼續為大安加油努力 可是 龜哥你昨天是說 他把兩件不一樣性做因果連結 但是剛才中配句話是說 因為你之前在2月份的 像廣播的時候 曾經有提到過 他說你自己那時候 有考慮時針的時候要選 對 我要講的是 評估的過程當中 每個選區都會評估 對啊 每個選區都會評估 但是 我選擇的就是大安區 所以 真的也不要把我想的這麼偉大 當時其實我也跟孫大謙 我們也是好朋友 所以事實上我也提到說 巴德在地生根 還有孫大謙 那當然邱季泰 他有興趣要參選 那是他參選的一個想法 那時候可能還沒有 包括酒駕論文的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的話 如果照這個邏輯推演下去 上屆陳志忠 選這個小港前陣的議員 那我上屆是選大安文三議員 難道是我去理浪陳志忠嗎 你不能把 我沒有選的選區的 所有選區 都當作是羅志強的理浪 羅志強沒有這麼厲害 好 那我現在很辛苦努力 就是在拚我大安區的 立委選舉 那就是繼續努力 那你會不會覺得他把評估 然後變成說你必要的 這樣會不會是有點要充滿的 沒關係啦 可能他有一點誤會啦 那我說過嘛 誤會解開就好 那解開誤會繼續努力 那初選嘛就是大家各自在 各自的這個立場 角色上面爭取選民的認同 誤會解開就好 翔哥你會不會覺得 因為包含了王欣宜跟楊梓斗 他都有替你站下 甚至覺得黨內現在這樣 好像有點撕裂 不夠厚盜 那您自己是不是也有一點 為王欣宜暴區 那心情是不是有受影響 其實我個人都還好啦 就是因為 要參選要受到檢驗是自然 那我要特別謝謝 像高金蘇美委員 還有王欣宜議員 真的萬千的感謝啦 就是說這段時間對我來說 不是孤軍奮戰 那蘇美姐是第一時間 站出來鄉挺自強 那我們在不管是拚公投 還是拚這個監督民進黨政府 我們都是一直並肩作戰 那像我們在立法院 我現在也是高金蘇美委員的 這個選服主任 那當然去選服其實我們一直在接 也解決了很多選民的問題 那至於王欣宜的話 那當初其實他就是在大安區被稱為陸軍一姐 那不管是選民服務 不管是這個選民的認同 跟在議會的經驗 事實上當初我確實評估 欣宜是我最可能的一個初選競爭的一個對手 但他就說了一句話說 羅志強成全張善政 那王欣宜就可以成全羅志強 雖然大氣的來接了我的競選總幹事 那但是我真的覺得有點對不起他啦 就是因為他大力的支持智強 結果現在受到一些這個 牽連 那有點心疼 那總而言之 只剩一個禮拜 那 風波總會過去 那接下來還是要大家一起 攜手努力的 往大選來去奮鬥 所以我會繼續加油 也謝謝欣宜 謝謝高金蘇美委員 選最能夠當選的人 才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志強是最能夠當選 這個大安區的立委 那總會議他其實有提到說 您會支持大謙哥的呼籲嗎 就是拒絕讓 我再重申一遍 我反對九將 我也反對論文抄襲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 說真的黨中央我覺得 也看到他們曾經搞 那我想黨中央說得夠清楚了 那我的立場很簡單 我反對九將 我也反對論文抄襲